大家好,我是EFA半导体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邓一军 接下来呢,我跟大家展示一个基于AI的一个工业预测性维护的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的AI算法呢,是由我们的一个自动化的机器学习的工具 NanoAge AI Studio来自动去生成的 它通过对设备的一个振动信号进行分析跟那个特征的提取 来判断这个设备是否有发生异常 这个AI算法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说 它在电脑上训练好,然后部署到MCU上之后呢 它还可以对这个设备的一个正常的行为来进行一个学习 来对这个模型进行一个微调 从而让这个模型的一个检测变得更加的准确 那我们看到呢,这个demo这里有一个黄色的一个模块 它是我们的一个Protest One的一个工业传感器的模块 它上面也集成各种各样的那个工业的一个传感器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用它来采集我们设备的一个振动信号 同时呢,它里面还有一个SML32 WB的MCU 它可以用来运行我们的AI算法 并且将检测到的那个设备的一个状态 通过蓝牙传输到平板 或者说手机上的一个蓝牙的APP上 并且把那个结果给显示出来 那这边有两个红色的按钮 可以用来模拟我们设备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异常 Magnet这个按钮呢 是可以将这边的这个磁铁块给下降下去 来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个干扰 而那个Shift这个按钮呢 可以把中间的这个轴让它产生一个位移 来模拟一个那个轴不对齐的一个情况 好,那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demo 好,那我首先让电机正常运转起来 然后在平板上面的APP上 我可以控制这个设备进入一个学习的状态 那我现在开始 我们看到这边Progress 可以看到那个学习的一个进度 现在大概在30%的样子 我们稍微等一下 让它去学更多的振动信号 去对模型进行微调 好,现在学习完毕 我们看到设备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检测的状态 我现在开始检测 我们看到那个结果这里呢 显示是一个对沟是绿色的 它显示这个现在设备的状态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那我接下来的话 我会去手动的制造一些异常 首先我让那个磁铁块降下来 去对设备产生一定的干扰 我们看到这边的结果显示异常了 那个相似度变成了非常的非常的低 20%左右 那我再让磁铁块回到原来的状态 我们看到这边显示的一个结果已经变成绿色 也就代表那个设备已经回到了正常状态 然后我再按一下Shift这个按钮 让那个轴制造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我们看到这边显示的结果又变成了异常 相似度大概在20%左右 然后我再让轴回到以前的位置 然后这边状态又回到了正常的状态 好 那以上就是这个demo的一个演示 我们可以看到AM模型在做那个异常检测的时候 它的结果是非常的准确 而且也是非常稳定的 好 那今天的展示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